謝謝主席 我作為立法會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 我借這個機會報告一下 關於免費電視牌照的爭議 我們委員會會做些甚麼 因為其他有很多議員都不清楚 我們原定在11月8日 有一個特別會議 就是討論無線和壓視給通訊管理局罰 那件事 後來因為在上星期二公佈了 免費電視牌照政府發牌的決定 引起相當大的爭議 在第二天我跟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跟他抹個旗 說你11月8日還是要來的 不過不是說原先的議題 而是說免費電視牌照發牌的爭議問題 因為原本我們夾了通訊管理局的主席何佩謙 在11月8日一定出席我們的特別會議 但議題不同 因為何大律師很難夾時間 但這件事跟他有直接關係 他是不是建議發三個牌照 大家要問他真相出來 所以我們因利成變 在政府公布發牌決定之後的第二天 我們已經決定在11月8日所謂的特別會議 然後我再打給王維基 亦跟他敲定了日子 另外就是香港電視網絡的員工會主席 亦跟他做了一個通知 亦答應了會來 基本上就齊腳 我亦歡迎其他議員 可以在這個特別會議裏發言 我們希望在這個特別會議裏 可以令真相比較清楚 以及政府會交文件出來 不過看來也很難 所以對於莫乃光的同意 我是支持的 我作為委員會主席 委員如果大部分同意 或者大家有這樣的意見 我們一定是執行 這就是我自己作為一個資訊科技 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的身份 我對這件事的報告 另外我想說的是補什麼物 請問 葉劉淑儀坐在這裏 你們可以補什麼物 內亂 人人出來放了 在補命 不是補物 你們 行政會議成員都補命 補什麼物 有什麼物 請問 黃毓民 所以這不是理由 我告訴你 田北辰 補命是真補物是假 黃毓民議員 你時間夠了 好嗎